这里是掌柜说西游记 开篇掌柜有话说 西游记真的不是我嘲笑你 其实大家没看过 看过原文西游记的 那都是一些文学死粉 西游记中的那些故事 可能大家很了解 但是那都是通过小人书 通过电视剧 通过评书知道的 我敢说真正看过西游记原文的人 很少 以至于我们把这本书买回家 其实通常都是给小孩子们看的 就是因为我们没看过 所以认为这是一部童话书 而小孩子们呢 根本就不看 最后给你的解释就是三个字 看不懂 这其实是一句真话 天下能看懂西游记的小孩 我告诉你那都是神童 你得好好呵护 你没看过西游记 你不服吗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马上就露下 西游记是一本故事书吗 或者问说西游记和三国水浒 红楼梦一样 是写给你看的书吗 西游记是四大文学名著之一 就文学体材来说 这四本书他们一样吗 西游记真的是一本小说吗 根本就不是 西游记是一个唱本 类似于咱们现在听到的 我们北京的京韵大鼓 是吧 南方的平潭 就是这种唱本 这种艺人说唱的一个剧本 所以它和别的小说不一样 它是说一段唱一段 就因为这个西游记的 西游记里的这个语言 一方面它有大段的运文 而另一方面 它又特别口语化 以至于在西游记里 菩萨不像菩萨 是强盗不像强盗 有时候我觉得 有些段落看着特别有意思 就类似于相声剧 我随手给你找一段 你听听菩萨在西游记里 怎么说话 这是猴子和观音的一段对话 是吧 猴子和师父走到这个应酬间 马让小白龙吃了 是吧 然后观音来修理小白龙 猴子这个时候埋怨菩萨 猴子说什么呢 说你这个欺佛之师 还是慈悲的教主 你怎么生反害我呢 猴子对菩萨 没礼貌 这不算毛病 猴子此前就是一个蛊惑仔 他是街头英雄 问题是你看 菩萨怎么说呢 菩萨可是有学问的人 观音居然听到猴子挖苦自己 开骂了 观音回骂道 我把你个大胆的马流 村鱼的赤口 如何如何如何 这是骂猴子呢 街短的 观音给了猴子两个定义 一个是马流 这是街短 是吧 猴子不是当过毕马温吗 所以以后呢 就用马流这个词说猴子 当时马流这个词啊 还是一语双关 就明朝的时候 在西游记普及以前 马流这个词 还有臭流氓的意思 第二个阶段 就是赤口 赤口就是红屁股 猴子的屁股是红的 菩萨这是一张嘴 就是骂人 你个马流 你个赤口 你敢挑我的毛病 菩萨其实是 是不能这么说话 这是街头语言 是讲 是说唱艺人的语言 这样的话 我跟你说 西游记中非常多 因为是说唱 所以有时候 一方面让人看着着急 就反反复复的咬文嚼字 就是不往下说 这让你看的时候特着急 但是当你真的看进去了 这本书就是因为 它是说唱唱本的原因 所以语言特别平民化 很多语言都是这种街头文学 那明朝 我认为 其实人们就是这样说话的 你个大胆的马流 你个赤口 西游记到底是什么 说法很毒 我的这个说法 其实是一家之言 大家不忙着评论 先看一遍 再说我对不对 是吧 历史就是这样 不是权威说的就是对的 我们正实里的瞎话 太多了 那都是权威说的 真与假 不看是谁说的 用你的脑子去判断 这才是学习历史的真实态度 西游记是小说 还是唱本 你读一遍 自然有自己的观点 但是无论如何 西游记都不是一本儿童文学 这是一本绝对的成人文学 很多故事啊 都写的鲜血淋漓的 西游记是适合拍成恐怖片的 在当年我估计啊 这西游记也是像今天咱们 就跟这个盗墓笔记这一类的书 这就是明朝的盗墓笔记 非主流 但是因为惊悚而被无数人追捧 其实你看电视剧和听评书 你都觉不出唐僧去西天有什么困难 很容易吗 是吧 凡事都有惊无险啊 但是读书 读西游记 你能读出这是一条多么艰辛的道路 这一路其实是血淋淋的 西游记不是儿童文学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是一本涉及宗教的书 甚至其实多数中国人对于佛教的启蒙书籍 其实就是西游记 到现代西游记在我们普及的故事当中把这个宗教的内容都删掉了 但是原文中是涉及很多宗教内容的 除了给大家讲讲原汁原味的这个恐怖西游记 我还想给大家讲讲佛教 佛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和道教到底有哪些过境 以及呢 说佛教在中国都有哪些变迁 西游记是按照明朝的佛教在讲唐朝的佛家故事 所以有很多出入 西游记对咱们现代中国人的影响其实非常大 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人 他对中国佛教的传播曾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很多庙里都把西游记当真事说了 真的你去过白马寺吗 洛阳的白马寺 我是刚回来 有个亲戚他的小孩来中国 说希望我带着他看看中国 我就带他们去了洛阳 看了白马寺 看了龙门石窟 白马寺观音像的背景中 就有西游记里这五个英雄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西游记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 但是他讲的好多道理是真的 能以这么通俗的方法向大众宣讲佛教 这是他被当作准经书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现在我认为对西游记的处理不好 删去了西游记里的佛学内容 这就好像说水浒传里没有了无用 三国演义里说不讲嘈嘱 《红楼梦》里没了王熙凤 那还看什么呀 所以我给你讲讲原版的西游记 咱们讲讲佛 论论道 而且西游记啊 确实可以作为一个旅游节目 现在他被放在我的旅游节目里在播出 很多西游记中提到的地名现在都还在 你比如说西游记中提过开封 开封的大象国寺 是吧 西安的一众寺院 你不止了 不止一家 好多呢 宝基的法门寺 还有好多 什么火焰山的流沙河呀 什么英仇剑的高老专感 哎呀太多了 而且我跟你说 这还都是国内的 随着以后丝绸之路旅游带的开通 我相信西游记会成为一条旅游线路 从西安出发 咱们走连货高速 一路过安苏 过甘苏 过青海 过乌鲁木齐 从霍尔姆斯出境 走中亚五国 是吧 然后呢 然后经过巴基斯坦进入印度 最后到达尼泊尔 我心里有一个想法 而且我相信 我有生之年呢 是有机会坐着咱们的高铁 走完玄奘的西游记的旅途的 你信吗 我相信 当然这肯定说西游记也是一个历史话题 因为历史上确实是有玄奘其人 他的旅行 他自己写有自传 是吧 也有他徒弟写的他的传记 还有唐朝佛教协会写的他的传记 历史上他对他的记载非常多 吴承恩写西游记 实际上就是参考了这些传记写成的 我讲的西游记 将将把这两个内容 就是历史上的和故事中的 咱们对照着看 其实这样你才能明白 吴承恩是一个想象力多丰富的人 历史上有这么一真人 到了吴承恩比下成了妖怪 而且我告诉你 神似 最绝的就是这个神似 单独说 一个作家其实一生只有一部作品最经典 哪部呢 就是他的自传 不管以什么方式 对吧 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借鉴了玄奘的经历 写的也是玄奘 但是这是一本自传 只有你了解了吴承恩的一生 你才能读懂西游记中说的那都是什么 而且吴承恩是一种空前的方式 完成了自己的自传 你觉得你想过这个问题 西游记里的五个人物代表什么吗 代表了五个吴承恩 不同年龄段的吴承恩 遇到妖魔的时候 这五个人会有什么反应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同一件事 不同年龄的人会有不同的对待 以前没人这么讲过 是吧 这是我的一点读书心得 在以下几回里 我会仔细说这件事 所以掌柜说的这部西游记 现在我预计可能要讲一百回 到底会说多少回 咱们说起来看 但是每一集 我想都紧紧的围绕四个内容 第一个是西游记里是怎么讲的 是吧 吴承恩是怎么给你讲这个故事的 第二个就是唐僧当年是怎么走的 第三点就是历史上唐朝的那个时代 这些国家是什么样子的 佛学当年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第四个就是吴承恩要说什么 为什么明朝人吴承恩要把这段历史改编成那样呢 他要讲自己的哪段人生 我心里其实认为掌柜说西游记 这是对我自己的一次挑战 这不再和以前的讲过的节目 我为什么不把它放到历史栏目当中去呢 我认为他和以前我讲过的历史节目不同 这不是平平淡淡的 以一种世外人的身份态度给你讲历史 这是一次挑战 首先这是对我自己想象力的一次挑战 我们感兴趣的其实是西游记 唐僧的传记 以及唐朝的历史 明朝的历史 到底在说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有哪些不同 我关心的是不同 为什么不同 你听听掌柜的解释 我认为你听的是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我的书其实很多人听了很多了 是吧 我告诉你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一次对我想象力的挑战 掌柜的想象力 值不值得听呢 你判断 第二个挑战是对我的知识面的挑战 是吧 我对佛教的认识 我对道教的认识 我对历史的认识 我对人性的认识 都将因为这部西游记 因为我讲这部西游记 接受你的质疑 或者贺彩 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认为 但是无论如何 我认为当你听完我 我的讲述 你不会认为这是一部平庸之作 就是这样 我也许现在真的不能说站在了山顶 但是我至少想告诉你 我现在仰望的方向 掌柜说 西游记 这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那明天咱们讲 孙悟空 是外星人吗 我这是个历史节目 所以我跟你说 我不讲UFO 但是根据印度历史 确实是说 孙悟空是外星人 白纸黑字那写着呢 外星人 你没找到 那你得再花一块钱 听下一回 我只给你看 好了 这里是行者掌柜 带你听历史 我只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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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给你看